哈喽小伙伴们,我是IBB的AI许少 马桶人僵尸宇宙的第八集剧情解析 它来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让各位小伙伴们久等了 那么我就不废话了,直接上剧情 开始前记得干嘛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记得搬好小板凳,系好安全带 双击手机屏幕,我们发车了 马桶人僵尸宇宙第八集 接上集剧情 当我们的主视角发出求救信号后 看到从地底下伸出这么多僵尸手臂 害怕的连忙后退 这个时候,突然被一个双手抱住 瞬间就被带到了一个新地方 说真的,刚才的那一幕真是吓坏了众人 我还以为它被僵尸拉到地下了 可当主视角起身环顾四周 我们发现了监控人和马桶人兄弟 然后回头望去 我们看到了一个女电视人 原来我们是被电视女救了 电视女通过传送将主视角 她们带离了僵尸之地 随后空中一声巨响,我们向上望去 原来是发生了爆炸,仔细看 这个地方被一个巨大的电子屏隐罩罩着 然后我们看到保护罩外面全是僵尸 从我们所在地面的标志可以推断出 我们现在在高处的停机屏 当主视角回头再看向电视女的时候 电视女示意着让主视角这边走 随着手指的方向我们望去 这里是一个城市,这时我才明白 整个城市都是被电子屏隐罩保护着 那么外面的那群僵尸也进不来这里 所以这里是僵尸世界的一片净土 好的,我们跟随电视女走下高台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被基曼马桶王带走的僵尸电磁马桶人 从空中掠过 没想到主视角他们比基曼早到基地 说明电视女的传送速度非常快 走在这个城市的街道 我们看到了一些正常的马桶人和监控人 左边有一个菜单告示牌 这里有一个像细胞图案一样的广告牌 这里还有路标的指示牌 我们可以看到从左到右的牌子上写着 Skibidi Base 还有Repair of Titans 翻译过来就是 马桶人的基地和泰坦人的修复区 这里的牌子写着疫苗还没有研发出来 再往上看 这里有一个外形类似杰克逊的马桶人 好的,我们继续跟随镜头向前 我们看到一个熟悉的DJ马桶人 路过的路牌上还有一些其他博主的信息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救援飞机 从空中飞过 左边这里的名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没错,就是作者的大名 我们继续向前 一辆编号14的悬挂轻轨列车 缓缓驶入车展 随后一行人急忙地登上轻轨列车 列车启动后 我们透过窗户看到窗外的泰坦音响人 还记得刚才的标牌吗 那个区域应该就是泰坦修复区域 只行驶了一站地就到达了基地大门 列车打开车门 我们透过主视角的镜头看到了基地内部 一名音响人大哥正在收监僵尸电磁人 他努力地将僵尸电磁人推进观察室 旁边有一名监控人兄弟在做记录 观察室的机械门关闭后 主视角顺便朝里面望了一眼 然后这些房间都有编号 说明这里关的都是一些僵尸人 主视角继续跟随女电视人向前 经过了一道门后 马桶人兄弟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这时候女电视人回头示意把X18拿来 于是主视角就将X18递给了女电视人 然后主视角右拐来到控制室 我们看到控制室内有一个电视人 我们的主视角将拿到的19号病毒U盘 递给了电视人 想让他看看这个病毒U盘里的内容 于是电视人就将病毒U盘连接了电脑 第一个提示是说U盘被发现了 使用过电脑插U盘的小伙伴 应该都知道这个提示操作 然后提示说这里的文件被解压缩 U盘里有一个病毒19号文件夹 但是当电视人打开这个文件夹的时候 里面显示是个空文件夹 随后就是一个警告提示 病毒已经入侵系统 屏幕显示病毒正在收集数据资料 看来这个病毒U盘已经完全控制了电脑 那么基地信息也全部暴露 从这里我们可以学会一个小知识 如果需要查看未知U盘的时候 最好还是在一个隔离的系统环境查看 这下可好病毒直接入侵了基地系统 我突然感觉瘟疫人留下U盘不拿走 就是一个阴谋你没觉得呢 这时候我们的主视角发现情况不对 一回头一名僵尸监控人已在身后 随后僵尸监控人朝着电视人就扑了过去 惊慌失措的主视角只能逃跑 经过走廊 前面的监控人记录员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还没来得及提醒他 他已经被释放的僵尸马桶人扑倒了 这时候主视角只能想办法尽快离开 刚才编号的这些房间都被打开 里面的僵尸人都跑了出来 跑到外面 一个背有火箭背包的监控人兄弟 已经被僵尸们送走了 主视角这时候捡起队友的火箭背包 飞到了屋顶 远处我们可以看到 泰坦音响人正在被一群僵尸围攻 僵尸的数量太多了 泰坦音响人被咬了 主视角赶忙飞过去看看情况 这时候泰坦音响人已经意识到已经晚了 他举起手制止了主视角不要离他太近 因为他随时都有可能变成僵尸 于是泰坦音响人决定了结自己 免得自己成为联盟的敌人 我们看到泰坦监控人举起手臂激光炮 对准了自己的下巴 眼看就要发射了 第八集的剧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随后黑屏我们就到了 至于说泰坦音响人后来怎么样了 这也是我们第九集需要关心的问题 那么先说下这一集 第八集中我们看到主视角小队 执行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 顺利的交付了X18 但是也意外获得了19号病毒U盘 就是这个病毒U盘 使整体的局势发生了巨大转折 我在想如果这个U盘没有插到基地的电脑上 是不是基地就会沿着研发疫苗的剧情顺利发展 但是成功的路上有太多阻碍 没能如愿以偿 还有就是那个U盘为什么被遗留在基地 然后让我们的主视角发现并带回新的基地 我想这里面肯定是有阴谋的 这很有可能就是瘟疫人的一个陷阱 你们觉得呢 好的小伙伴们今天的剧情分析 到此就结束了 听AI许少BB也要快乐一整天 我们下集见